怎么回事 蔬菜的颜色都不见了 奶奶姐姐快把我们恢复颜色吧 这里有红色黄色蓝色 可是胡萝卜是橙色的 不需要把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 知道需要把哪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吗 对了 红色和黄色混合在一起是橙色 红色黄色 我这 胡萝卜 我这 谢谢奶奶姐姐我们又恢复颜色了 我怎么出现在菜园子里了 铁子的颜色怎么也不见了 乐乐 是牛牛把我们的颜色系走了 快帮帮我们 鞋子是紫色的 现在调色板上是红色黄色蓝色 我要把两种颜色混合成紫色 红色蓝色我扎 鞋子我头 太好了 你们恢复了 谢谢乐乐 我要这点黄瓜吃 我的黄瓜颜色去哪里了 等了等了 都给牛牛 要是牛牛 我先帮你们恢复颜色 我看看调色板现在有什么颜色 怎么没有绿色啊 不管了 全部颜色我扎 怎么是黑色的 黄色我扎 蓝色我扎 太好了 学绿色 我涂我涂 太舒服了 我们又有颜色了 我去找牛牛算账 没想到 美美乐乐大龙的蔬菜长得这么好 现在我的蔬菜园也完美了 老大 我们把他们的蔬菜颜色 吸走到我们的蔬菜园 他们不会让我们算账吧 怕什么 我牛牛才不怕 牛牛 你为什么做了我们的蔬菜颜色 啊 我们老大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们的蔬菜总是长不好 还有小虫子 所以 哈 跟他们解释那么多干什么 肯定是因为牛牛你做坏事了 所以蔬菜菜都长不好的 不是的 牛牛 你的蔬菜圆顶上有那么大的棚子 会耽误蔬菜吸收营养 并且还有这么多的草都没有出 原来是这样 妈妈都怪你 啊 老大 怎么能怪我呢 怪牛 站住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也想种植自己喜欢的植物或蔬菜时 要记得把蔬菜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并且定时浇水 我们下期再见